放松心情来关心赛事的进行 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 睽違10年之后 再次回到了台湾半分组预赛 那么花莲市公所和圆百花莲店 合办2023WBC世界棒球经典赛 直播派对 那市长魏佳燕特别邀请民众 3月8号到3月12号的晚间 一起到圆百花莲店建林广场 在大萤幕前为中华队加油 为了帮中华队加油 花莲市公所和远东百货合作 举办了2023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直播派对 3月8号晚上6点半 市长魏佳燕邀请民众 一起到远东百货建立广场 为中华队加油打气 这次跟远东百货 还有我们花莲市民代表会 等多项的单位办理 我们的一个经典赛事的一个直播 那我们在远东百货的一个后门 然后来做一个200寸的一个大萤幕 一个现场直播 那也希望说我们市民能够 像是在丽林现场一样的为我们中华队加油 那我们总共是半年的市场的赛事的直播 那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详情 都可以在远东百货的粉丝专业 跟我的华联市公所 跟我的粉丝专业这边都有播 那现场就是8号10号11号12号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比赛的同时 如果赛程有比较久的话 也希望说我们到现场的市民 能够将我们声量放小 那我们也知道为中华队加油是我们必须的 那也期盼我们在市场比赛都能赢得好的勇多佳机 这次直播派对会设置200寸LED大萤幕 让民众可以有刺激的观赛体验 另外还有宣导摊位、美食摊位、派对临时及美食餐车进驻 只要到现场的民众还可以领到加油棒一组 另外县员魏家贤也印制的中华民国国旗纹身贴 让参加的民众可以免费索取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